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2日 今天是星期四 好 今天是這個冬至 我們早兩節 也跟大家詳細說了冬至是甚麼 無論你當不當冬至是新年也好 接下來 很快就是聖誕節了 也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還有呢 接下來就是新年 很快2022年就來過去了 所以在這裏也是祝大家 新年快樂 預祝定先 日子過得很快 說這麼快就去到2023年 那麼 2019年已經過去了四年 2019年的漣漪 可以說 是不會那麼容易消失 而且 很可能 再過一段時間 在不知甚麼情況之下 可能 相關的漣漪會再次爆發 事實上在2014年這個雨傘運動 爆發之後 很多人覺得 這個 就是沒有了對抗的希望 結果過了5年之後 2019年就是大爆發 這個時代革命 其實原因很簡單 因為 2014年 你對社會的不滿 你對政府的不滿 你對政權的不滿 不會因為你沉默了5年 就自動消失的嘛 現在的情況其實也是一樣 雖然這節原本不是要說這件事 這節要說的是美國 將香港 製造的標籤 不讓他貼 這個是特朗普政府的年代 大家都記得 正正和我剛剛所說的話題 是相關的 為什麼 要不讓香港 標籤是香港呢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制度被 根本性改變 香港 被 成為了中國的內地城市 所以當時美國 特朗普政府 就搞了一個 不讓香港標籤 生產出口來源地 不能標示香港 只能夠標示中國 2019年 的不滿 會不會因為你國安法 拘捕了很多人 拘捕了很多人去坐牢 就會沒事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現在在坐牢的人或者要流亡 逃亡 受過迫害的人 甚至乎就算沒有 家人沒事 沒有被人抓 沒有被人鎖 也好 你覺得香港市民 就真的忘記過去了嗎 為什麼一個七人籃球賽 播錯歌 播願榮光歸香港 整個香港 整個世界 的香港人在分享呢 幻想過了幾年之後 就沒有了這件事 其實是癡人說夢 徹底不切實際 這一節 用這個開頭去說這件事 也有些原因 因為最近 美國關於禁止香港製造的標籤 世貿 裁定了港府勝訴 我們也要分析一下 這個判決 也要說說 港共是不是高興得太早呢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加手動點擊 加這個無限循環大法 即是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是 非常之少數 是非常鼓吹大家用免費模式的媒體來的 接下來的香港 不知道 是不是連Patreon也不給用了 說你這樣叫做中炒 完全無視你 網媒或者是網絡的其他 文章 人士 每一樣東西是有知識產權的 我們去做一條片 做一些分析 是經過我們對時事消化的評論 換句話說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 這一句是經濟學的用語 什麼意思呢 不是說東西不可以免費 提供給人 而是說每一樣東西牽涉成本 時間 勞力 精神 心機 全部 都是成本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繼續支持 我們也是 相當之頻密的節目 我們的數量來說也算是相當之多 因為每一件事都跟大家 用不同角度 深入淺出 去講解 這節要講的是世貿 世貿 美國禁止 標示香港 要求他 出口的來源地只能夠標示中國 他說這件事是不正確的 首先 世貿 這個裁決 美國的政策是來自2020年 年底 當時 在任的美國總統還是特朗普 坦白說 美國的這個決定 雖然是反映了 不可以容許中國大陸將香港 就這樣變成一個內地的城市 但是從世貿的角度來說 他要否定這種做法 也不是完全沒有原因 是因為 香港雖然制度被破壞 成為了中國和內地城市 是一模一樣 這個在說的是他政治的未來 但是實際上 香港根據原本的機制 一直 都有獨立的關稅地位 所以回到 簡單來說 對世貿來說 要無端端贊成 美國的看法 立即要將 香港 忽然之間 是踢出 獨立的關稅區 回到來說 對世貿來說 反而是有困難 港共政府很高興 如獲之寶 港共出來 就說 要全面 否定是美方的聲稱 他們覺得自己戰勝了美國 首先第一 你戰勝的不是美國 你戰勝了的 是特朗普的政策 特朗普的政策 本身在美國也有很多敵對的力量 第二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香港政治的未來的走向 完全是變成內地城市 完全變成跟中國大陸一模一樣 但是 在 世貿 商業運作 的框架裏面 你要忽然之間 將他 定義為跟中國大陸沒有分別的話 就會有機會 違反這個關稅 與貿易總協定 1994年 故此 對於一個 世界貿易的組織來說 其實要忽然之間 彷彿制裁整個香港 其實是有困難 香港這一群人渣很高興 美國強迫香港產品 改變來源標記 出於政治動機 要將貿易武器化 藉此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你說甚麼 甚麼香港內部事務 中國內地事務 你說錯話 你現在是不是搞港獨 這群契弟照抄外交部的辭令 照搬 就是甚麼內部事務 那個是中國內政 不是你香港內政 你香港不是一個國家來的 有甚麼內政 按照你們自己所說 我們當然不是這樣看 但是在說你們自己的標準 香港很高興 覺得成功對付了美國 你就繼續對付 你現在對付了的 是美國 19,000多種對付你香港的方法 其中一個 最無關痛癢的 那個部分 是不是 你香港 搞國安法呀 搞那些人渣 受到經濟制裁呀 全世界你都沒得去呀 你對付到嗎 出來叫 很開心呀 大幅報道 大幅報道一下其他東西嘛 那麼喜歡世貿 世貿不是遷就美國 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這個政策 跟特朗普政府有關 你不要那麼高興呀 隨時吃回力錶 我告訴你 因為說起世貿 其中一個 世貿投訴的 就叫做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限制澳洲 對澳洲進行貿易戰 而中國大陸限制澳洲 的做法根本是違反 世貿的協議 澳洲就已經向世貿告狀了 因為 中國大陸就是用政治作為動機 所以你香港政府 你不要說得那麼開心呀 港共政府 隨時你吃回力錶 到時你現在大讚 世貿 世貿判你中國大陸敗訴的時候 我看看你說甚麼 到時歡迎不歡迎世貿 還是整個世貿別有用心 真的不是開玩笑 港共出來慶祝那些東西 去吃回力錶的機會非常之高 他們不是第一次的 原因 原因 很簡單 因為他們不做功課 永遠 雙重標準 所以就經常中招 自己 拿同一把尺去量度的時候 就當然沒事了 量度自己的時候 量度別人呢 就用另一把尺了 拿下拿下 忘記自己拿哪把尺 香港不是第一次出事 出了無數次 你事實上問我 我也覺得 直接把香港 的產品當它標籤是中國大陸 其實是有問題的 這件事你是會混淆了香港 跟中國大陸的分別 雖然香港 政治的走向 變成了中國內地的城市 但是距離他們 完全一樣 其實還是有一個時間的差距 所以直接把香港的產品要標示做中國大陸 其實是會造成一個 很大的行政混亂 對於 是買東西的人來說 還是出口的人來說 都會造成很大的混亂 而這件事 亦都無助 亦都無助制止 香港 政治上面 變成 內地城市的一個現實 換句話說 這種政策 幫助到的東西 實在是非常之少 而反效果 是相當之多 大家都會很混亂 所以其實 你問我 我也不贊成這個政策 反而我們贊成 美國盡量多些制裁香港港共政府 制裁他的貿易 制裁他的高官 反而你能夠 凸顯到 那個政府 還有港共的爪牙 為虎作槍 需要付出代價 你把香港 隨隨便便就這樣標籤了 等於中國大陸 反而你凸顯不到 就是港共那班人渣 所做的壞事 變成了 純粹懲罰 香港的出口商 所以這個政策我也是有保留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那就是有Discount